众所周知 常温下河的冷聚变根本不可能实现 可没想到这一奇迹 不仅被一个黑人做了出来 而且它还融合了量子技术 能让反应堆隔空为各种设备提供能量 仅仅一个小的模型机 就能让一个抽油机运转百年 能维持一户人家千年的用点 并且只需一点点水就能启动 没有污染和辐射 在场的科技大佬们都看待了 纷纷表示要注资 可黑人拒绝了苹果微软等一流企业 而是选择了一家名为原因的普通公司 只因反应堆不是他的成母 而是黑人法拉第按照老师牛顿的图纸组装的 他也不是地球人 而是来自安息星的蜥蜴人 他的星球面临高温 还有两年就毁灭了 他的老师牛顿为了拯救族人 上个世纪来到地球可却意外消失了 直到前不久他才收到牛顿的召唤 牛顿告诉他 自己创建了个叫原音的科技公司 却不料真实身份败露 被中情局追杀只能躲起来 公司也被中情局送给了其他人 他要法拉第去拿到藏在原音公司的核聚变图纸 创造出量子聚变反应堆 好拯救母星和族人 红伴黑妹要求原音公司 对他们开放牛顿的专利库 并且要拿85%的股份 董事长杰拉直接就要拒绝 可就在这时 国家情报局白哥直接找到了他 要他无条件答应对方 因为他们已经得知了法拉第的真实身份 而法拉第制作出的聚变反应堆 只是给他们做嫁衣 白哥相信顺藤摸瓜还能抓住牛顿 杰拉文言只好答应了法拉第的要求 而法拉第也开始研究牛顿留下的图纸 白哥则在实验室附近成立了基地 监视法拉第的一举一动 经过不懈努力 法拉第终于按照牛顿的图纸 建好了一个笼子 可正当所有人都很振奋时 法拉第却不开心了 同伴胖虎很不解 法拉第这才说设计图上的零件全都不匹配 所以自己到现在都不知道 建造的东西是否正确 况且设计里面明确指出 要用穿做燃料 而牛顿当时储存的穿 现在已经全部过期 法拉第觉得牛顿不会没想到这 所以一定是自己哪里出了差错 可一时又没有解决办法 而就在法拉第苦闷的检测水时 一个金发姐突然出现 她一眼就看出 法拉第想自己在水中提取穿 但这是不可能的 法拉第很精益 金发姐这才不紧不慢地声称 自己曾和牛顿共事过 法拉第顿时向找到了救星 开始向金发姐倾诉 自己看不懂牛顿的设计 她想不通既然如此 牛顿还让自己来干嘛 金发姐要法拉第别急 牛顿刚来地球时也是一团糟 说自己知道怎样帮助法拉第 金发姐告诉法拉第 她知道安息心上 把人分为能人和公风 能人负责设计 公风只需要时刻保持情绪稳定 好完成能人的设计 可能人之所以是能人 是因为他们唤醒了 基因中人类的部分 因为人类一直在思考在创造 法拉第想理解牛顿的设计 就不能只会看图纸 而是要释放自己基因中的人形 可法拉第直接就否决了 因为她的认知里 能人和公风是天生注定的 而自己只可能是公风 金发姐听见了她的话 当即一个大嘴巴子就呼了上去 可法拉第根本没有情绪波动 金发姐于是开始一边删她 一边用法拉第的族人 还有两年就会灭绝来刺激她 紧接着还破坏她的实验设备 法拉第再也忍不住 冲上去就和金发姐楼打起来 可突然她停住了 因为她本来没有受伤 可玻璃中她的脸上 却出现了和金发姐相同的伤痕 法拉第瞬间意识到 金发姐不是真的 只是她潜意识属于 人类部分的硬生 她今天和金发姐的相遇 从始至终只有她自己 而这时法拉第突然发现了什么 她把所有图纸排成一条树形 上面组成的形状 正是她来地球时 从太空中看母星的样子 两者完美地重合在一起 这才是牛顿真正的设计 她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黑妹 而黑妹也告诉了 法拉第一个好消息 自己发现了 比穿做燃料更稳定的物质 但是方程式还需要简化 这就需要法拉第来完成了 法拉第非常振奋 可就在两人高兴之时 黑妹的父亲老黑却出现了异常 她在家里的墙壁上 写下一大串数字 黑妹赶紧找到法拉第 因为当初正是法拉第 将要死的老黑救护 而法拉第给老黑检查过发现 老黑的身体 竟在慢慢朝着安息人转化